請你 大家請坐 各位動心 各位動志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現在要正式生命一件事 台湾民政府冠風 和美國軍事政府冠風 在後禮拜要共同生命 2003年九月七八 美國要帶我們在華盛頓DC 辦一篇集會和記者會 這是因為本來在我們去年的四月二五 那個記者會開到失敗了 所以美國現在要求 要再頭一次 他們說要由他們來聽美國的冠風 跟國際媒體來這個集會 要選擇的內容 請我們國議來期待 這樣好不好 好 台北說我們台灣民政府 整兩千空八年二月七日開始 一直在進步 這進步一直都不停 我們的論述一天比一天更成熟 我們的論述一天比一天更進步 就是說台灣的地位越來越正常化 不僅是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 這個正常化 和日本的國際地位 也開始一步一步來正常化 日本的地位的國的正常化 我們大家都看不到你都看得到 以前 今年日本的全國新鮮 派168的眾議員去參拜 過去一年最多是30的80的而已 沒有超過80的 現在他也超過200人 來自全國新鮮來參拜 參拜全國新鮮 那個意義代表什麼 這絕對不是像中國 像韓國所說的 說你紀念軍國主義 不是這個事情 你紀念替這個國家 當時的國家就是大日本帝國 犧牲的這些軍人 我們在1945年4月初一的時候 台灣這個土地在日本天空 宣佈憲法在台灣時事的時候 已經讓台灣人有參政權 參戰權和參政權 參加建政的管理和參加政典的管理 當時台灣選出三個參議員 五個眾議員 去當時有參加他的國會 那就是表示我們台灣人 在那個時候的地位和日本 內地是完全一模一樣 尤其是這個參戰權 讓我們有議後 我們台灣人如果去做兵 就是代表日本天空 代表大日本地國 當時也代表我們台灣 所以有很多人因為這段的歷史 因為國民黨來鑑領台灣 以後這段的歷史 很多都去扭曲 要變化去 是國際上 國際上現在開始了 亞洲地區一直沒有辦法解決 北方四島 獨島 牛球裡面的這個 尖閣群島就是釣魚台 台灣 平洋 和新南群島 這幾個地方 在日子世界之前 到現在為止 都還沒解決 你會記得 我們的粗基板裡面 跟我們最重要的一個觀念 鑑領不能移鑽租款 非常非常重要 有移鑽租款的現象 那都是違反國際法 違反建政法 所以說 譬如說 中國民國簽了台灣 讓我們台灣人 沒辦法說台語 甚至 我們說台語 你發誌 那都是非常違反國際法 違背戰爭法 那後來 我們之前 這個部分要追究責任 那是戰爭法 這戰爭法 政政法是很嚴格 當時 那個時候 跟我們台灣人 叫我們台灣去做兵 你也不對 台灣人不可以做兵 因為我們台灣去讓他簽名 簽名帳 簽名帳 他有說去替簽名帳來做兵 因為替簽名帳做兵的時候 你要效忠什麼 效忠簽名帳 那都完全不對 台灣人那時候 照國際法來講 這個土地已經是日本田農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但是因為中華民國 強迫用我們台灣人 一定要去做兵 那時候他有定行法 你如果不去做兵 跟你抓去關 那都不對 那後來我們也要用建政法來處理 用建政法處理是用軍法 那軍法 這心法 不像現在這樣 黑漏漏漏 那他要討論 跟你討論 一二十年 跟他死也沒有心法 那軍法 你不用擔心 一禮拜就解決 心理三個就解決了 解決之後要政策就政策 要怎樣就怎樣 所以我們一直把美國要求 我台灣人忍耐很久了 你有忍耐很久了嗎 有 大家都忍耐很久了 我們有很多人 不應該叫那些多少水金 他也叫你去叫 那你也不敢擔心 所以有很多傻的台灣人 就說只是輕做 傻的傻去叫水金 我沒有叫你去 抗水 你要聽清楚 我不是說叫你抗水 你現在漸時 只有要遵守 他的方法 要繳水 你要去繳水 你如果沒有繳水 但是你那些水金 都要漏漏 我也有看到我們很多東西 他的土地 日本時代的土地 國民黨一個來 都百漸 你漸了之後 都沒有理由 派兵就給你漸 用武力給你管 各位 那都是不對 絕對不對 這個世間不是說 法國大聲 或是有福利的人 拿去吃 不 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一直 鼓勵 鼓勵我們所有的台灣人 你要研究建政法 我鼓勵所有的台灣人 你要投建政法 因為你不要建政法 你就會吃虧 你就會受苦 你如果要建政法 中華民國就無法來寄付我們 因為 用建政法上次無名 所以我再一次 跟我們大家說 我沒有要求台灣民政府 沒有要求各位去做革命先例 我要各位做革命先行者 好嗎 我怕你不怕 我們的革命先行者 來躺兩次你看 革命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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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會記得 你不要害怕 不可以 剛才人家說 金長 我要當革命先例 沒有人叫你做先例 先例是囂張 我先再說一次 我們是革命先行者 先行的人 先行的人 後來做什麼 台諾 我有看到 這裡很年輕 這些年輕人 後來都做台諾 現在後來這幾個孫 這裡都台諾 台諾有台諾有比較好的台幅 後來都把你計較的時候 說我是革命先行者 我在做結明的時候 你在哪裡 當然不是這樣說 但是沒辦法 因為我們要訓練四千名 這四千名要接完 我們的所有的賬款 台湾民政府 這個民政府是由來走出來 我要讓各位清清楚楚的了解 所謂的台灣民政府 就是在建政法裡面 國際法裡面的規定 讓人贈你的地區 會老賣 他要主動 我們要升任台灣民政府 升任以後 證明美國的軍事政府 要來升任台灣民政府 一定要升任的 不可以不升任 如果不升任這個民政府 可以升任白人的民政府 但是可惜 我們這個台灣民政府 我們這個團體 是跟美國唯一 他一定要升任的 是怎樣 因為我們去顧美國 我們顧美國以後 我們就有定期了 定期就是 就是我的名字 担任兩百一百 我們所有的這四千名 都是 顧美國的這個團體 所以我們這個團體 他別無選擇 他已經沒有機會了 他只可以跟我們說 他沒有機會跟別人說 所以 我們在美國 在兩千空十年 這月催事 美國替我們 在華盛頓DC 設備公司 以後的三個月 十月催事 美國的官方正式 給我們台灣民政府的製造 我們經過的運作 經過的運作 三年以後 兩千空十年 十三年的三月十五 台灣政府生意的製造 也下來 來 現在問題 台灣民政府跟台灣政府 要怎麼分 這是非常囂張 你們的切 不然黑白糖 我再說一次 如果說台灣政府 你一定要說台灣民政府 對於台灣民政府 這個政府 有這個政府 台灣民政府 這個政府以後 有這個民政府的架構 對於我們現在 做這個來的架構 有這個架構以後 我們就會開始 以政府的形態去運作 這樣叫做 台灣民政府架構下 台灣政府開始運作 同時鼓勵 我們來加入國際社會組織 美國跟你協助 有的土耳民的 紀徒民就說 哇 我們要做立台灣政府 你如果做立台灣政府 什麼意思 我們單獨台灣政府 是上面沒有人 獨立 沒有人就是獨立 台灣的民政府 上面有人沒有 有 什麼人 美國軍事政府 所以我們這個四月 以後 讓那些人 嚇壞 有時候記者會 就說 成立台灣政府 後面再加一句 更離譜 台灣人 有台灣的租款 百分之一百 你要選擇動立 要想那邊 這邊思考一下 讓我們所有的 動心和動心 破搖 因為這種的選擇 中華民國 如果要抓狂 可以處理 因為有那個破搖 高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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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能平平白白的說 台灣政府 你不必要犧牲的村 各位 我們不能犧牲 我也不需要犧牲 如果你要犧牲 我一定會犧牲 你整個記者說 台灣民政府架構下 台灣政府成立 如果有所謂的事情 我都要認知 先給你們付百分之百的證明 這樣好不好 好 所以我們在討牲 不能討牲一半 我很怕討牲一半 你們現在 新台灣人回去要討 一定討 因為你上三天 這麼多的時間 他說我都沒了 絕對不可能 你討牲一次 我討牲一次絕對不夠 我絕對不相信你討牲一次你就夠了 你就說我沒了 NO 你要討牲兩次 要討牲三次 不要急 一天討牲一次就好 你如果討牲的時候 你討牲的時候 剛才討牲的文章要怎樣 你知道怎麼看 討牲出來 討牲的文章用討牲出來 討牲出來 它討牲出來會加上你的印象 如果真的討牲沒有 沒關係 你去我們的官方網站 討牲裡面 我都會自己回答 我們現在所有人 都有官方網站 討牲的密碼給你 有嗎 有啦 你有用嗎 沒有 沒有用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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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沒有一百塊可以手 都有一百塊對不對 你沒有一百塊嗎 沒有 沒有錢 沒有錢 我嚇一跳說你沒有一百塊 你如果有一百塊 叫你的校生到三天 還是女兒子 孩子都很厲害 你回去你試試看 很厲害 叫你的校生 幫你到三天 叫他幫你加 幫你設一個我的最愛 這樣 他電腦打開 我的最愛就造成 你馬上會看看 我跟你說 我再一次 鼓勵我們所有的動心動志 你每天要去看我們的官方網站 卡一次 一天看一次而已 有跟你過分的要求嗎 沒有啦 你一天看一次 因為我們很有可能 我們的消息都 定在這個天管 你這個官方 當然最先的消息 當在那個首頁 裡面的文章 你就要找機會 一步一步 多少在那裡看 你越看 你會越高興 怎麼說 你越高興 你就對台灣 越來越深深 因為我們用建政法 來解釋台灣的地位 發現說 台灣過期的矛盾 我們這次呢 都完全徹底的解決 所以 在這個地方 我要跟各位說 這個四月 四月二四 二五 二六 這三天是我們高級班 你高級班呢 因為每一次高級班 報名都比較多 所以呢 你如果 阿公說不到 什麼什麼 五月 五月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我還要過四月 因為四月 對我刺激 太刺激了 二十五號 那些事情 我告訴你 我今天 你們都看不出來 我真的四月二十五號 這五天 我真的散了 真的都不吃不困 我感到煩惱 那如果真的選擇 不對了 我們是囂張 現在想說 要是做一個政府的工作 這麼困難 所以我再告訴各位 再說一次 政府的工作 不能互賣做 飯互賣吃沒關係 互賣說就逃去 所以我們台灣人一樣 所以有時候 你跟人家說 臺灣的論述 我會常常在那裡聽 現在聽 如果不對的話 我會跟你說 所以我是鼓勵 你講 但是你講的時候 要講政客 不能互賣說 我在這個地方 在我們這個 這個買馬上 在學校的中間 要再跟他定調一次 為什麼 有的人說 美國軍事政府 USM就沒有了 就沒有看 怎麼看 很簡單 剛才我們的參議長跟我們說 美國的國庭法院在打開的時候 他跟他說 請問他問國務員的那個 那個做律師嘛 他說難道難道 救濟戰和平條約 已經沒有用了嗎 打不出來的時候 法官就跟他說 我告訴你 還仍然在美國 還是有用的條約 救濟戰和平條約在四條 美國軍事政府 就是日本人民 跟土地 財產 都要聽從 美國軍事政府的安排跟處置 USM在這裡 怎麼沒有 有啊 怎麼沒有 很清楚的 USM現在還有 但是現在沒有建政 所以這個USM現在放在這裡 放在五角大廈裡面的辦公室 那五角大廈的辦公室 USM的辦公室 也是有這個USM的辦公室 當然 他現在完工比較少 因為現在不是建政的時間 但是建政一發生的時候 在美國憲法的規定 立刻自動成立 USM 美國軍事政府 所以有人在那邊 我就沒看到美軍 所以美國沒有占領 什麼叫占領 我要向各位去研究 這個占領的工作 所謂的占領 有一個國家的宣布說 這個領空 什麼飛機都不能把他揹過去 叫做占領 這個領空 這個領空 有你的飛機 有別人飛機就沒有了 別人的飛機 如果真的要揹 他打下去 是不是用飛機 把他 集成 叫占領 所以占領不一定 就是說美軍 你看到說美軍 在這裡 看到人要叫美軍 一般的定義是什麼 在一個地方 你如果在兩點鐘 一點鐘鐘 裡面 我會告他的 那都水戰 海也是一樣 這個領海 你不能進去 纖而已 所以現在你表面上 沒看到美軍 你不能說美軍 我就沒看到 所以沒纖而已 我們身體有一個熱山 雷達基地 青山工 空軍基地 空軍基地的內部的部分 他每天有定期的飛機在背關島 甚至在華人的加山 在台東的熱山 長濱 這幾個地方 總共有現任的美軍 現任的美軍 在裡面 包括台灣關係法裡面 這和現在最新的台灣法 台灣法 台灣政策法案 這台灣政策法案 也是一樣 台灣政策法案 我有認真看 當我沒看完 但是我大塊 我改變過 他最重要的重點 他最重要的重點是 他最重要的 延續台灣關係法 為什麼 台灣關係法 他要繼續延續 因為台灣關係法 是美國的國內法 他也不能廢除 但是台灣關係法裡面 所說的是什麼 人們在台灣 就是在台灣這個土地的人 不一定是我們本土台灣人 但是現主席的台灣法案 政策法案裡面 就用台灣人分成兩種 很清楚 People of Taiwan 跟People on Taiwan 本土台灣人 他對你一種的課題 另外一種的課題 就用People on Taiwan 又是另外一種的課題 這是在台灣關係法裡面 你看不到 所以我覺得 美國有很大很大的進步 尤其是他現在 知道我們台灣民進府 成立 當時我們台灣民進府 照他的規定 也嚴格 而且 一星期一星期 這樣訓練 他也知道我們很難 所以他也在政策上 有在配合 所以坦白說 有很多工作 有的人都會跟你問說 你白鞋黑鞋拿出來 給我們看看 白鞋黑鞋 我們就說 我叫美國總統 你要簽一日 他說 Rogerlin 你們做得很好 我們就是這樣嗎 我就跟各位說 以前 有的人說 我看不到美軍 沒有像美國的軍人 這樣 台灣沒有讓美國簽名 那不是這樣的意思 美國有簽名 有啊 他怎麼簽名 他是實際上 人有事情 他就要來 為什麼每一次 如果中華民國總統選擇 要集營 那天5月20日前 美國的火電 如果沒來 你不能去集營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為什麼 為什麼為火電交易 總統就可以集營 因為 中華民國的總統 是奉承 美國總統之命 來代替我們 這個美國 來鑽領我們台灣 因為這個裡面 尤其是那個 裡面23條 古金山和平條23條 美國是台灣地區的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主要佔領全國 這個principal 不是標明上說 是叫做主要 不是只有這個主要 在法律裡面 有代理的味道在裡面 就是說美國 中華美國代理美國的軍事 雖然 美國政府現在 他還沒信任說 沒有 中華美國不是代理 那是中華美國自己的事情 各位 他走不去 絕對走不去 怎麼說 因為 對法律 我們天天的研究 比他們更深 他們絕對走不去 所以我跟美國說 你鑽領台灣 很好 我很高興 我不會把你管出來 最好你繼續跟他鑽領 但是你鑽領 你跟他用基地 你要付給我做金呢 台灣人不用做兵 美國人要幫你做兵 我們可以請美國來做兵 不用入錢的兵 現在美國他 坦白說 美國 要放就痛 不可以放也痛 想說 要放到不可以放都痛 因為 他如果放掉 他做太平洋地區 防線就去了 如果不可以放 這個Rogerlin 還要跟他要求 你來幫他背 我們要去背 說他洗一下沒關係 美國現在 我們現在是這樣 因為我先不去 要說給你們知道 但是在公開中心 當然他也知道 我也知道 他在看我的演講 但是我跟你說 我的意志很堅定 要背 一定要背 但是我先跟你說 我們如果台灣 你要要求台灣 正常化 美國一定要要求什麼 喂 我當時 恐怕 恐怕日本的時候 我花很多錢 尤其台灣 幫你封鎖很多 你留給日本的時候 你知道 美國把日本要求多少 3億2千萬 3億2千萬 3億2千萬是多少 不是現在說3億2千萬 那是1972年的時候 3億2千萬 那是很大的 比一個人來 那當時 日本人背韓國 他跟殖民嘛 那香港給他要求說 你要背 那背1億差不多5千萬而已 那一個流球 小小的流球 賠了3億2千萬 所以如果後來台灣 他沒有要求很多 但是沒關係 我們先給他開嘴 好 我背你 背你多少 叫他開嘴 不管他開嘴 我心裡都悠殺 如果要求完 我會給他要求 你給我方丈 你也要背 你叫我去做兵 你也要背 你叫我去買武器 你也要背 我算了 這個時候會搬 算到背 絕對我們不用說 給他錢 是要他要給他錢 對不對 對 你要做我的後頓 好嗎 對 對 因為你們都不會犧牲 我犧牲就好 不會 不用擔心 我跟鄉賓 不會犧牲 一支筆 再給他走 沒有路 我就經常跟你說 我沒有叫你們去 拿刀拿錢去反恐 我再跟你說一次 你不能後來你反恐 去做對 因為我們台灣人 不用跟中華民國做對 我們是要要求 USMG 中華民國的政權 交給USMG 以後USMG 要用政權來向台灣人 所以我們跟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的政權 不會直接發生衝突 我們自然 不會有任何問題 所以我又說 我又說一次 你不能太激烈 有的人 有一個車 有到歡喜 開車 就不需要跟他掛牌 跟他創一個USM的車牌 趴趴走 當然坦白說 抓到到現水時為止 好像沒有人去派發過 因為高砂族的特別多 高砂族 不要這樣 我知道你們很兇悍 但是也不要這樣 對不對 這個 我還要說 是沒錯 我們是無道理去擠他交錢 告訴中華民國 那是沒有錯 但是你不要 不開始的時候 你就用自己創造牌子 USMG 扯牌0808 這樣 不可以這樣 有的人說 我不要交稅金 我抗稅 不可以這樣 我又說一次 我們要贏 這好像不輸 那一張的 那種 那種 我們贏的 那個轎 不可以拔到輸去 這樣好嗎 好 這邊拔拔 拔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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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 所以有很多 特國制法 都沒有研究到這點 但是 我覺得我有研究 因為我也看得很清楚 我這個擠裡面 寫得很清楚 這個 為什麼 本來我們是去 居民地 然後 變成拔拔拔 變成拔拔 這是在國制法裡面 在好朋友條約裡面 也有很明顯的例子 給你看 最近好朋友條約 第二條 日本政府放棄 right 和claim 三項 但是義大利 1947年的2月10號 的23條 巴黎條約 義大利所簽的 義大利巴黎條約裡面 23條 義大利放棄 right和title 就是管理和名義 但是claim 他就不放棄 因為claim 是要有領土 主管的人 才有claim 很明顯 很清楚 尤其是日本田農 和日本 是完全分開的 在古金山和平條約 生後的9月2號 所簽的 崇光匯代表到 日本田農 和這個做日本政府 他在投降書裡面 非常清楚的明顯的表示 我最初跟各位說 就是 日本田農是幾日本田農 日本政府是日本政府 日本田農有這個土地 醫療 才夠讓日本政府下去管 所以兩個是不同的個人 不同的法人 很清楚 所以 有的人跟今天 他沒有要信任說 讓日本人 讓日本政府 日本田農管 不是讓日本田農管 只是這個土地 已經是他的 你怎麼沒有選擇 你的北部 我都選擇北部的害羞 我都選擇 沒有選擇的害羞 沒有權利 選自己的父母 請你取消 對嗎 你都很清楚的嘛 北部給你生出來 你說我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要搶那個 那個 郭台銘 我再問一遍 再再一次 不行 不行 生出來 那個北部 就是你的北部嘛 對不對 很抱歉 日本田農把你這個土地生出來 這個土地就是台灣 你想說我沒有 不行 不行 國小人不可能給你改變 我用這個禮說 你聽你用的 我就清楚 你選這個土地 不好意思 這個土地人 原來就是主人 就是日本田農 李美姓是哪一位 你家裡有集市要找你 來 這塊土地 我們這塊台灣這塊土地 大家要很清楚 這塊土地 是在1945年四月 找日本田農 按照萬國公法 將這塊土地 為殖民地 改變為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不知道美國人 在兩星空十年九月找八 送我們那兩條島 這兩條島 都沒有跟你說拔過的 就是送那兩條島 這兩條島島什麼意思 你看有沒有 有啦 那個土地那一條島是什麼 哪有說日俗 那兩隻天鵝沒有 台灣是兩隻天鵝的 不是啦 台灣就是住在後面那間房子有沒有 住在那裡 那個什麼人在那裡 日本田農嘛 人家跟你說得真正好 就是日本田農的嘛 這個土地是什麼人來贊名 美國 說美國也領分耶 美國總統 贊名贊 贊名贊 美國啦 總統 一定是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 從昨天開始在船上 換這個人 這個人 這個人算不錯 這個人算不錯 這個人對我們台灣也有很動情 我們是他要求 美國 幫我幫忙 中華民 扶這麼多人 六十八年了 台灣人 都要公開了 要公開了 你要跟我們 道三天 讓我們台灣來回合正常 現在呢 因為我們過後 有效 還不是沒有效 因為 路邊 我們一直想說 要跟美國再一次拿出過所 美國總統 有派人來跟我們說 你說 立國一定贏 但是 會拖時間 不要過 我直接幫你們倒三天 你知道我現在發言人說 倒三天不一定有效 怎麼說呢 台灣人很退 我們速度現在算不快 雖然我們現在這樣一百個來說 一支一百個 要想要付到四千個 要再幾十支 實在是很辛苦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剛才一次向各位要求 你喔 介紹一些少年 越少年來越好 我們現在少年很多 我感覺很高 因為這少年 後來工作的時間 會很長 時間越來越多 像我 都不是不可以工作 不是說 那不是 老的就不好 老的人比較有經驗 是不是 老的都不要說話 老的比較有經驗 是不是 你少年也不要運氣 跟你少年無關 少年還有時間很長 所以我如果是這個地方 還要給我們大家好好鼓勵 時間很短 三天兩夜 特別說 我們這裡的生活品質也不很好 這怎麼說良心味 對不對 但是你不是來這裡鄉修的 你是來這裡要學東西 要學工夫的 所以讓你吃一點苦 沒關係嗎 沒關係 沒關係 你們在那裡辛苦 我們這裡幹部也是 我們藝長很大便 藝長身體不太好 拖得老命 我們這裡都拖得老命 在那裡拚 我們就為了什麼 我們沒有為了什麼 真的為了台灣這兩年而已 所以但是為了台灣 你不能說為了台灣 來海台灣就不好 所以對一些土耳民 你也不用跟他講太多 他們兩萬一 才來我們這裡收分就好 我們稍後 學科的時候 要先進去 你要經濟行李 進去經濟行李 待會兒學科的時候 你們這座椅子 拜託 把它拿起來 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讓人後來要試圖的時候 比較方便 這樣好不好 好 感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 學科 我們大家很快 走 請麻煩大家把椅子拿到那裡 感謝大家 老腳拍照 比較快老腳拍照 你如果拍不到 你後來要補拍喔